迎接即将来到的儿童节 威格小学部北屯校区 每年都以不同国家为主题 以充满知性以及生活的文化体验 作为儿童节的礼物 今年选定日本 结合语文生活等跨领域的课程 像是有日文体验与日本寿司制作 学校的各个角落 也布置浓浓的日本风 有大型鸟居 祈福墙等 让很多没机会前往日本旅游的孩子 相当兴奋 为他们专属的儿童节 留下满满的欢乐 小语学童跟着老师 不累的等等来学习制举 不论是男孩或女孩 更多换上了寓衣 模样相当可爱 仔细看他们身处的环境 还有着浓浓的日本风 在日本神社才会出现的鸟居 还有祈福墙等 都搬进到校园里 目前是用德日西法 轮着整周 来让学生去体验 该国的异国的文化 那我们今年就是以日本周为主题 让孩子不管穿日本和服拍照 或者是我们请我们高中的学生 学长姐来教小孩子做寿司 或者做和果子 这些日本的西点 大家好 我是谷口真苗 很开心这个学期 学校举办了日本的文化祭 那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呢 希望可以到日本去赏樱花 吃寿司 希望带给孩子们 有着知信 跟一股文化的儿童节礼物 来开拓他们的学习事业 因此北格小学部北屯校区 每一年都会以不同国家为主题 今年就选定智本 更结合语文生活等跨领域的课程 像是有智文体验 以及智本寿司的制作等等 我做的是一个城市 然后呢 饭船都是一些大楼 然后呢 那些菜都是树 然后那些豆都是树的果实 然后呢 我的蛋是椅子 我选择 і选鱼 因为我本当喜欢鱼 我喜欢很多不同的鱼 我喜欢鱼 鱼 蟹蟹 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除了蟹蟹 我只吃了小一點 因為蟹蟹現在有點危險 我想未來他如果有機會到日本去 不管是跟人家的問候也好 或者是看到當地的一些特色 他一定會有很大的感受 透過分班教學 分科設計 結合維格高中部的餐飲科 以及第二半語的教學資源 在老師以及學長節帶領國小學弟妹 讓小學部的學生 體驗到一系列的日本主題課程 更從多元的角度 還要認識日本文化 也為他們專屬的兒童節 才留下滿滿的一股歡樂 這就有地獎台中才看到